每天都会清洗夏体 就是洗澡的时候是为洗洗 摸或者是水拍打的待物 就是我夏体的皮肤上 就这样测洗夏体 轻轻的 揉揉的 拿着喷头冲 滋 搓 来大姨妈的时候会用洗液鞋 洗液以前用过 后来据说不太好就不用了 我还真没用过洗液 因为一直听说洗液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我买那个洗液背面洗的呢 应该是经期该用洗液 你就相信了吗 女性私处清洗 很多女生就觉得一定要洗 一定要好好洗 手洗不行用机洗 水洗不行用洗液 洗洗洗更健康 市面上的女性洗液有很多种 有的叫女性私处护理液 有的叫妇科洗液 有的叫免洗砂针 喷雾 有的叫什么私处凝胶 那她们都声称说 自己有砂针止痒除异味的功效 但是呢从市场准入上 她们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别 分作妆字消字和药字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我们的法务提醒我们不要展示包装的全貌 所以呢我们给进行了一些处理 这个是未妆准字 妆字号的洗液其实就是跟化妆品和沐浴露差不多 只有清洁和滋润的功效 但是没有杀菌的作用 还有的洗液是消字号 它是外用消毒 虽然它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但是不能够治疗疾病 比如说像阴道炎这样的疾病 那只有部分洗液呢是属于药字号是可以治病的 你下回就可以去关注这些盒子上面的这个P号 这就是国药准字Z什么什么 代表是中程药 厉不厉害 它的成分就有什么蛇床子 爱业 独活 什么枝子 金山银花 感觉洗完之后 孙可以变成仙女 孙系的仙女 虽然药字号的洗液是能治病的 但是一定要根据医生的指导来使用 因为阴道炎就有不同的种类 它分成细菌性啊 念珠菌性 梅菌性 低虫性 如果你不是对症下药 用对了洗液的话 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如果你想说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病 但是我就是很在意自己健康 就是想要洗洗更健康 那我应该购买以上哪一种洗液呢 你不需要购买其中任何一种洗液 因为实际上女性的阴道是一个能够 以及不断在自我清洁的一个系统 阴道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阴道里面有三十多种常驻的菌群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有益的细菌的名字 叫做乳酸杆菌 它是你阴道里面的战士 它就是保家卫国 然后给阴道创造一个良好和安全的环境 以及抑制那些不良细菌的生长 所以在乳酸杆菌的作用之下 你的阴道就维持在一个酸性的环境 里面的pH值大概在4.5左右 其实说起来就是跟一颗番茄的酸碱度 差不多感受一下唾液的分泌 如果想让你的私处干净 卫生和健康的话 你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给你的乳酸杆菌捣乱 因为那些洗液大部分都是碱性的成分 它们洗了之后 只会破坏你的战士乳酸杆菌的战场 那些带有消毒杀菌成分的洗液 还是不由分说 把所有不管好的和坏的细菌都杀死掉的 不仅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它还会降低你印到本身的抵抗的能力 只能说洗洗更糟糕 洗洗更难受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一款 肖字号的女性洗液 它说了本品内含有杀菌配方 PHMB PHMB的化学名是 聚六亚甲肌双瓜盐酸盐 它是一种广普的消毒剂 它既可以用于外因的洗剂 也可以用于水产养殖的杀菌 和角气皮肤病的治疗 所以它就能杀掉很多很多种的细菌 那你觉得它会对你的 阴道里面的战士乳酸感军留情吗 更况上是它配有一个 阴道盥洗的一个壶 八侧孔喷嘴设计 均匀深入到每一寸阴道褶皱处 这真的不是我编的 八侧孔喷嘴深入到阴道褶皱里面的 每一寸皮肤了 你觉得它也能够放过你的乳酸感军吗 不能 对吗 而且我还听说有些朋友 用了这个洗液之后越洗越干 都已经 我就是某品牌洗液的受害者 之前一个月用那个洗液洗了之后 发现自己下面的皮肤粒口口了 我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颜色 于是用洗液洗得更勤了 几次之后我发现都是洗液惹的 但是如果你买了这种很狂野的洗剂 其实也不用现在很气愤地 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因为它还是一个靠谱的消毒剂 用它来擦擦桌子椅子 擦擦地板 消毒杀菌还是可以的 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洗液 它指导消费者都了解了 然后自己的阴道是酸性的环境 所以他们就开始标榜自己的产品 是比如说什么弱酸性的 这个PH值和你的阴道是最接近的 或者它含有某种什么天然玉米乳酸 就可以免疫力更强 但实际上这些洗液都是在外阴使用 它又进入不到阴道里面 当你身体健康没有阴道炎的情况之下 你阴道里的自尽功能是完成够用的 那日常该怎么清洗呢 就用清水去清洗外阴就好 真的以前我们给过大家这个答案 还有人会说 去用清水洗感觉就是很敷衍 感觉并没有真的好好在爱自己的阴道的样子 但实际上要说多少遍才管用呢 真的就用清水洗就可以 我也无法给你更好的答案了 可能很多女性会觉得 每天有白带在分泌 感觉它很脏 它是一种排泄物 是比较污秽会里面带有细菌的 白带是正常的阴道分泌物 它是用来保护你的阴道的环境的 一个是保持阴道的湿润 还有就是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些有益的菌群 抵御外来病体的侵入 它有一个作用就是 在你想要怀孕的时候 它会成为它的精子 跑向你的卵子的一个跑道 它有这个润滑的作用 产生白带是非常正常 然后正常的白带应该是半透明的 或者是淡淡白色有粘性的 看到那样的白带我觉得很兴奋 就感觉它为自己健康鼓掌 回到怎么洗才是正确清洗外阴的方式呢 实际上包括精气在内 每天一到两次用流动水清洗外阴 就是绝对足够的了 如果你没有淋浴用流动水的调整的话 用盆浴也可以 那清洗的顺序就是要从前往后 先清洗阴尿口大小阴唇 然后再往后到肛门周围 在性行为的前后 注意男女都要洗 男生要注意一定要洗 要翻开来洗 洗完之后要注意干燥 擦干 甩干 吹干 晾干 晾干 都可以干燥之后再穿内裤 以上呢我们说的都是在日常状态之下 用清水清洗自己的外阴就可以 但如果你一旦感受到不舒服了 感受到痒痛有意味的话 一定要去求医 不要自己在网上搜一些症状 然后自己给自己诊断 真的这样很容易用错了药 反而对自己不好 那至于市场上那些零零总总 它号称能够杀金质量美白紧致 甚至治疗不孕不遇的各种女性洗液 就请你们放过中国女性的钱包好吗 好了 谢谢观看今天的AskAlex 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来说有用的话 也一定会对很多人有用 别忘了把它转发给你身边的女性朋友 和有女朋友的男性朋友 和更多的朋友 我是Alex 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Muah